Smart App Creator 10 作片 第一個要圖形處理素材處理 照片 素材處理1024x768的尺寸 這個 使用Photon Impact來處理 開啟 在我們的工作資料夾 我們準備好 比如說我們要介紹世界之旅 我們準備一些圖形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個 台灣 那規格不對 在哪裡改 調整的 調整大小 調整的調整大小 那這裡有現成的尺寸 1024x768是標準規格 預設項目 1024x768按確定 那規格就改了 改了就儲存 好 第一張做完了 再做第二張 開啟 日本的 調整的 調整大小 再重複你 那在Photon Impact他會記住喔 所以第二次的時候就不用去選了 你只要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再存檔 好了再做一張 就換大家自己練習了 來 第三張 南韓 調整的 調整大小 快速鍵是Ctrl G 那記住上一次舊了 如果跑掉的話 你要從這裡來選 預設尺寸 按確定 然後再來點 這樣就結束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